10. 浏览器与网页的介绍 本章节最主要的学习目的是 让使用者熟悉浏览器 以及网页 还有就是在网页内学习使用阅读键的操作 本章节的学习目标有 开启浏览器Firefax 在浏览网页使用阅读键 网际网路Internet 让世界各地的电脑 可以和其他的装置互相连接 这可以让你轻易的查找资料 或是购买商品 或是与相同兴趣的好友 或其他人进行联系的动作 而使用网际网路 最普遍的方式就是使用浏览器 然而在Windows里面 也有一个内建的浏览器 它的名字叫做Internet Export 我们简称它为IE 在过去 Windows的使用者 曾经有超过8成以上的人都在使用它 但是因为没有跟上网页技术发展的脚步 因此微软公司在后来 也发展了一个跨平台的浏览器 Edge 以至于Internet Export 渐渐地退出了市场 而近几年来 多家的资讯公司 也慢慢地推出了自家的浏览器 其中之一就是 Mojila Firefax 中文则翻译为火湖 之后我们将简称为Firefax 它是由Mojila公司所开发出来的浏览器 它与NVDA的搭配性是最佳的 针对某些网页上的应用 它甚至比其他公司所推出来的浏览器 有更好的无障碍支援 后续我们也将利用Firefax这个浏览器 进行网路的浏览动作 当然 若是您的电脑尚未安装Mojila Firefax的话 而需使用IE来浏览也是可以的 但是在这边有一点要特别注意到的是 在Windows10的环境中有个内建的浏览器我们先前有提到叫做Edge 因为它目前与萤幕报读软体的相容性还不是非常的好 因此建议您暂时先不要使用这个浏览器 网页浏览器是用来设计观看网页的一种工具 一个网页通常是用来显示一个特定的网站内容 以有声书学会网站为例 在这个网站里面有个页面叫做NVDA部落 这是一个用来介绍NVDA的动态消息以及使用经验的地方 每个网页都有它专属的网址 而一个网站就是由许多的网址所组成的 在操作练习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到 当我们开启一个浏览器之后 NVDA除了会报读开启的应用程式名称之外 同时也有可能报读出一个网址 有些人的浏览器会开启一个固定的网页 例如Google搜寻引擎 但不管您现在的位置是在Google搜寻引擎上面 还是在其他页面上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按Auto键加D键 将您的焦点移至网址编辑列 然后输入您所知道的网址 例如您可输入有声书学会的网址 www.tdtb.org为例 接着按下Enter键 浏览器便开始进行网页的载入动作 而网页的载入速度将取决于几样因素 例如电脑的等级以及网路的连线速度等等 当页面载入完成之后 NVDA会自动朗读该页面 你可以随时按下Ctrl键中止朗读 接下来您也可以使用我们之前曾经学习过的阅读键功能 如同之前Wordpad里面一样 NVDA键加向上方向键阅读当下的该行 又或者是可以按NVDA键加向下方向键 使其阅读整个网页页面 以上录音为概略说明 如需完整资料请自台湾数位有声书推展学会网页 自DASY图书馆下载NVDA学习